在香气层层叠叠的大山中 坐落着一个颇具苗族特色的山寨 今天是苗族青年廖汉星娶亲的日子 结婚对象是隔壁村寨的林芝 所有仪式举行完毕后 新娘灵芝被送进了洞房 可当送走宾客 新郎廖汉星回到新房的时候 却发现新娘灵芝竟然离奇失踪 新郎找遍了整个寨子 都没有看到新婚妻子的踪影 随着天色开始暗下来 廖汉星心中越发焦急 这荒山野岭的妻子能去哪里呢 会不会是自家李树不周怠慢了新娘 他一气之下回娘家了 情急之下 廖汉星拨通了灵芝娘家的电话 可是岳父告诉他 灵芝根本就没回过家 听到这个消息 廖汉星顿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新婚之夜 本来是一个大喜的日子 可是新娘突然消失了 新郎急坏了 他找遍了一切可能找的地方 但是新娘就像蒸发了一样 消失的无影无踪 就在这个时候 他突然想起了新娘的姐姐 这让他一身的冷汗 他究竟想到了什么 一般的人 家人失踪之后 都会去报警 可是他不一样 他悄悄的上了山 走进了一个小屋 这个小屋里究竟有谁 新娘到去哪里 好 让我们一起寻找真相 山上小屋的门被廖家人敲开了 开门的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中年男人 可廖汉星却一看见他 就要求他救救灵芝 这就怪了 在这么紧急的关头 廖家人不赶紧去周围山里找人 下一个普通村民求救干什么 这个男人究竟是什么生死 中年男人在听完廖汉星的叙述后 转身换了一套红色长袍 一番准备后 口中念念有词 原来这个神秘男人正是寨子里的法师 在苗族人聚集的地方 每个村落至少会有一到两个法师 在苗族祖祖辈辈的传说中 法师能与祖先交流 为族人祝福消灾 在充满神秘色彩的苗寨 这些法师在当地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法师法力高强 这也是足足备备的传说 但是这大祸人失踪的事情 法师又能有什么好办法呢 可是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在法师念完词后 竟然告诉廖家人 他看见灵芝了 这让廖家人顿时欣喜若狂 但是他随后所说的话 却让廖家人激进崩溃 那么法师到底说了些什么呢 法师通过做法 终于找到了新娘 这让家人非常的欣慰 但是接下来 他说了一句话 让家人震惊不已 他说 新娘落洞 什么叫落洞 他们为什么会感到震惊 关于湘西 落洞女的传说 自古以来就有 大自然的龟腹神宫 创造了各式洞穴 遍布山林村寨 出现在山上的被称为山洞 出现在地上的 就是神秘的天坑 在苗族人的传说中 所有的洞里都住着一个洞神 当地人说 未婚女子从东口经过 共神如果觉得她美 就会让这个漂亮女子与她作伴 而女孩一旦落洞 就会失去常态 比平时更爱独处 眼睛亮若星辰 面色粉弱桃花 但是身体却越发的虚弱 相传 被洞神看上的女子 从此不会对世俗的男子动心 一心操事家务 等待洞神的迎娶 直到有一天 他们会突然放下手中的活 精心梳妆打扮 笑着死去 除了这种落洞 还有一种情况 那就是凡人触怒了洞神 洞神惩罚此人 对于这族族被被流传下来的落洞传说 当地人一直深信不疑 一个姓郎的一个女子 她嫁着急性 就到了一个拉洞灯 那个出家的姑娘 走到那个地方来 突然就疯疯癫癫了 这个女子就会通过 法师和宣传一传 她是中了洞神 洞神就开上了这个姑娘 越做她 越去她做十足 像这样离奇的故事 当地还流传着很多 而更可怕的是 落洞是一个无解的诅咒 一旦落了洞 就无法生还 何时死去 都要看洞神的心情 所以当地人 都有携带护身符的习惯 灵芝的失踪 让村民们 孩提时的恐惧 一下迸发了出来 阴森恐怖 顿时笼罩了 寨子里所有的人 就在这时 法师告诉新郎 廖汉兴 落洞的灵芝 就在村口的大龙洞 新郎和家人 马上赶到了大龙洞 令他们吃惊的是 大师的话果然灵验了 他们在龙洞里 找到了失踪两天的新娘 新娘虽然找到了 但是新郎并不轻松 因为新娘精神恍惚 身体极为虚弱 在这个家里 落洞的并不是他一个人 他的姐姐就是落洞而死 也是大行动 在灵芝还是七八岁的 小姑娘时 他的姐姐灵芸 已经出落成 十里巴乡有名的 漂亮姑娘 可是在一次偶然 经过大龙洞的时候 落洞了 回到家后 就开始胡言乱语 没过多长时间 就去世了 灵芸的去世 让全家人 对落洞女传说深信不疑 新郎廖汗星突然想到 接亲的队伍 确实曾经在大龙洞前 歇过脚 而灵芝被救回来后 除了神志不清 还出现了严重的呕吐腹泻 这种症状 与传说中遭遇了动神的诅咒 非常相似 如果是僧人 梦来接着我当作 你回来以后的话 那就要差点变 叫一个女的 就是石东一 在生产的时候 一个山道 叫做总彪 她就在那 胡言乱语乱语乱说 乱说就主动了动神 动神了 她就喝了一口水 就回来以后 一家有两个女孩先后落洞 这让原本不怎么相信 这些传说的村民心中 也开始有些动摇了 难道传说的落洞 是真的吗 而最恐惧的则是 新娘的家人和丈夫 落洞必死无疑的传说 让廖汉兴心急如焚 她又想到了法师 一天后 新娘灵芝 没有出现什么明显的好短 第二天 焦急的廖汉兴 决定双管齐下 到村里的卫生院 开了一些药 新娘昏迷了两天之后 奇迹发生了 她渐渐的睁开了眼睛 可是她说的第一句话 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新娘说 她看见了 她究竟看见了什么 她说她看见了 那么师宗在两天里 她惊异了什么 灵芝告诉廖汉兴 太多的细节 她也记不清了 只记得回到新房后 她的身体就出现了不适 肠胃脚痛 似有似无的听到了 大龙洞神小声的召唤 于是就一个人 跑去了大龙洞 那么在大龙洞这两天里 灵芝到底经历了什么 灵芝说 她到达大龙洞后 就一直昏昏沉沉 没有吃任何东西 只喝了大龙洞的水 身体也越发不舒服 随后她就有点困倦了 半蒙半醒中 她似乎看到了死去的姐姐和大龙洞神 之后的事情她都记不清了 新娘邻居的亲身遭遇 更是让村民们对落洞的传说深信不疑 一时间一股恐怖的气氛在整个寨子里蔓延 不过也有很多人对落洞女的传说提出了质疑 有人说退一万步讲 即使落洞的传说是真的 可灵芝在当天娶亲时 只是路过大龙洞歇歇脚 怎么就得罪了那个传说中的洞神了呢 在廖寒兴的追问下 灵芝像犯了错的小孩 道出了藏在心里的一个秘 当年听家里人说 是洞神抢走了姐姐 所以在心里偷偷骂过洞神 有些人听了灵芝的说法 更相信洞神的传说 但也有人觉得这更加荒谬了 那时的灵芝才七八岁 什么样的诅咒 要到十多年后才应验呢 落洞的故事流传了很多 可是谁都没有真正见过洞神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有人提出了一个细节 灵芝和那些传说中落洞的村民 都喝过洞里的水 难道是大龙洞里的水出了问题 为了揭开神秘的漏洞真相 记者驱车赶到大龙洞 并把洞中的水取样 拿到了北京做测试 可测试结果已经公布 就让所有人震惊了 这就是大龙洞里的水 检验数据表明 钙镁离子严重超标 是普通水的一百多倍 人服用之后 就会造成呕吐 腹泻 身体虚弱 灵芝就属于这种情况 湘西地理位置可出 龙洞里的水 钙美离子超标 如果饮用 就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灵芝说 她看见了肚子 那么 是否和她饮用了池水有关系 我们试着回想一下 灵芝的叙述 她说 若有若无的听到了召唤 又说 模模糊糊的看到了打龙洞神 说到这里 也许很多人就明白了 没错 灵芝看到的 听到的 都是她的幻觉 可她为什么会产生幻觉呢 为此我们咨询了有关专家 专家告诉记者 首先是身体原因 灵芝因为喝了洞中的水 已经变得极度虚弱 一个女孩子孤零零的 在山间的洞穴里 又加之身体极度虚弱 很容易产生各种幻想 然而 专家告诉记者 这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 在于 灵芝的心理 相信是这个 它是卡斯特型地貌 就是 融洞多 另外我们这里还有那个天黑 天黑是往下面下线的 这个也是一种融洞 那么这个自然大量的洞穴的存在 它是民间呢 产生这个洞穴的民间传说 这个民间叙事 它就成为一种可能 它提供了这个物质条件 而长期以来 我们这个地方呢 无风浓郁 盛行这个万物有灵的崇拜 大自然鬼斧神功造就了 湘西独具一格的自然风貌 据不完全统计 湘西有史料记载的洞 就有三千个之多 根据对当地人的走法和调查 记者发现 洞神已经根深蒂固的 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中 你不小心了 它真出来了 在日以后 你不小心 因为我也不小心 因为灵芝心里骂过洞神 所以无时无刻 不再担心洞神的惩罚 巨大的心理压力 加上身体的虚弱 让灵芝出现了幻觉 为了求得洞神原谅 她独自来到了大龙洞 接下来就发生了 一系列离奇怪异的故事 你现在这些所谓的解法 它肯定有一种心理的暗示的 是一种平衡的作用 后来有的它肯定好了 当然有的它不会好 这个是没有什么必然好的这种关系 但是从民众来讲 它确实有一种心理自我暗示的作用 他觉得这样 就好像就可以给那个洞神赔罪了 道歉了 消除了心理上的恐惧 又吃了乡镇卫生所开的药 经过两天的静养 这时候灵芝的体力已经渐渐恢复了 身体好转也就不难理解了 不过专家告诉记者 详细凄美的落洞新娘之谜 除了水质和古老传说的原因外 更多的则可以说是少女的秘密 她是什么一种冲突呢 就是年轻貌美的姑娘 到了谭慧露驾的年纪 那么她心中所有爱 那么可能是因为这种原因 她达不到自己的目的 那么造成了心情上的 一种强烈的她自我的追求 与现实上的冲突 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 曾经在文章《凤凰》里说道 湘西女子十六到二十二三岁 美丽爱好性情内向 而婚姻不遂的 以落洞而死 她评价 落洞是一种情绪被压抑后的发展 湘女自古多俊荣 年轻貌美的女子 一方面被才子家人戏文故事所启发 情斗除开 副相连篇 有一方面 现实中的男子 大都是村夫野汉 配不上他们的美貌和才情 理想和现实的差距 让他们内心十分压抑 而在当地传统中 女子是无法决定自己的婚姻和命运的 美丽的苗女长期压抑的情感得不到释放 最终相思成绩而死 沈聪文先生还在文章中提到 最正当的治疗是结婚 一种正常美满的婚姻 必然可以把女子从这种可怜的生活中救出 随着新娘灵芝的康复 落洞的传说终于真相大白 在美丽又神秘的湘西山水之中 还藏着很多像落洞女一样 古老奇幻的故事 他们在为湘西增添了独特魅力的同时 也正等待着我们 一一去寻找答案 法院门口窜起妖艺火苗 四个形际可疑的年轻男女 密一般的拉杆箱残片 是谁设下了这场惊天阴谋 沿着人心道或者箱子走过 是拉的拉杆箱 往这边走着 走到法院门口 这四个人的这个规计非常可疑 我们初步确定了 这四个人应该就是本案重要的这个行业 他们和受害人之间 有着怎样不顾待天的仇恨 凶残的谋杀 揭开罪恶的冰山一角 如果我不敢 我自己肯定受不了 打他也是为了自保 我们必须听他的 他就让我继续打 就狠狠的打 你们把他打不趴下 我把你们打趴下 因此恐怖的族狱中心被囚禁的花季生命 是什么让他们与罪恶为伍 美丽的年华就将面临怎样的人生审判 明晚让我们寻找真相 落洞之谜 终于有了一个科学的解释 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什么鬼神 只是我们对未知的世界缺乏了解而已 还是那句老话 相信科学 破除迷信 好 下期我们继续寻找真相 我是马月 拜拜